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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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讲今天的渴 听课之前 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为了饶以天下所有的众生 我们发心或者是下决心要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听这趟渴 听完了以后 大家精精的修心 那么总有一天会成佛的 成佛的时候 我们帮助更多的众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这个是我们今天听课的目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降课的目的 也就是我们达成佛教的所有的修心 以及学习等等的目标 那么我们今天讲什么样的 什么课呢 就是接着前几天的这个课 继续讲 那么前几天的课当中 我们就讲了这个空心的修法 空心 我们就对佛教 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佛教讲空心 还有《般若波罗弥多心经》 当中的有一句话 我们学佛的人 不学佛的人 心佛的人 不心佛的人 都会讲 都会说 那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就这句话 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会背这几句话 但是这个怎么样去修 那么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修 然后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四句话 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是通过这种佛的深奥的理论 来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所面临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 怎么样去解决 那这些方法不一定很多人了解 所以我们有必要去学习这些 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讲这个课 这个课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它的理论的部分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然后今天讲的是它的具体的修法 那我们怎么样去修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因为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就不一定听了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课 可能大部分人都听过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听 那这样子的话 今天我们直接讲一个具体的修法 这个理论的部分不讲的话 那也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完整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理论 首先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这次我们讲的这个课呢 在我们佛教 尤其是这个宪宗里面的比较高端的课程 比较高端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现代的学校的课程来说 基本上这是大学的 大学本科的课程 等于是大学本科的课程 所以就是佛教里面呢 是属于是比较高端的一个这样子的课程 那我们能够理解这堂课的内容 或者是能够理解这个修法 那也得要 也需要一定的基础 一定的基础才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 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 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听这个空心 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有些人可能对空心 有不了解 或者是有一些误解 这样子都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今天在做的 大家都应该是比较对佛教 有一定的基础的人 所以听空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空心 佛教为什么要将空心呢 我们首先将处理心 然后呢 让我们就是这个命确 置顶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方向 或者是目标 然后让我们学菩提心 让我们修菩提心 然后发慈悲心 要懂得关爱所有的生命 要懂得帮助所有的终生 比如说小乘佛教 他非常的 他非常的了结人的 生老病死的痛苦 轮回的痛苦 他也很希望自己 很希望解决自己的 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 痛苦 但是呢 他并没有考虑到 其他众生的痛苦 那么大乘佛教 就有一个不一样的 大乘佛教 不但是要解决自己的 生老病死的痛苦 还要解决 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 所有众生的 生老病死的痛苦 所以第二个 我们发菩提心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 贪嗔痴 等各种各样的烦恼 以及这个烦恼 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痛苦 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 真无空心 真无空心 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 贪嗔痴 痴 满 疑 这五个烦恼 在佛教里面呢 佛教认为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 负面的情绪 负面情绪的哽源 是什么呢 就是贪嗔痴 满 疑 就这五个是所有 这个负面的情绪 甚至是毁灭性的情绪 毁灭性的情绪 在我们佛教里面 这个叫做烦恼 烦恼 实际上就是毁灭性的情绪 这个情绪 有这样子的情绪以后呢 它会毁灭我们的 这个 自身 它要去毁灭别人 别人的心腹 所以 这叫做毁灭性的情绪 那这毁灭性的情绪 所有的这些情绪的哽源 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五个 坦诚痴 满疑 然后这五个的根源 是坦诚痴 这五个当中呢 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呢 就是坦诚痴 三个 这在佛教里面 这叫做五毒和散毒 然后这散毒的根源 又是什么呢 就是痴 坦诚痴 三个当中的 最根源 是痴 因为 因为我们愚美 因为我们愚昧 所以有这个 嗔恨性 所以有这个 贪心 贪愚 如果我们不愚美 不会有贪愚 不会有嗔恨性 所以 嗔恨性和愚美的 嗔恨性和这个烦恼的 这个贪愚的 更源 也是 也是愚昧 那如果我们要 解决这些问题 要断除 这些烦恼的话 那么首先 要解决什么呢 就是要解决 这个愚美的问题 愚美的问题 也就是要断除 耻 那么愚美 我们怎么样 这个解决愚美的问题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不是念佛来解决这个问题 念佛如果念得好 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我们见到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手 一放在我们的头上 立即就会真武的 真武的时候 就是明心见心 那个时候可以断除所有的梵道 但是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没有真武的话 那么光是念佛 也是不能断除这个持 就是愚昧 然后我们烧香 白佛 灯 这些 这些都叫做这个功德 都是有功德的 就是有 可以积累很多的福报 但是这些福报 那佛教里面的这个质量 有两种质量 有慧质量和负质量 福就是福报 比如说我们吃节 念佛 烧香 还有拜佛 还有这个做慈善等等 这都叫做负质量 负质量 然后这些负质量呢 它只能让我们就拥有更好的 这个生活 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拥有更好的环境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仅次而已 它不能解决我们的最严重 最关键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贪嗔痴 它不能解决的 那贪嗔痴要解决的话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通过一种方法 去推翻另外一种观点的话 那就是必须要 有一个对立的观点 对立的指挥 才能够推翻 才能够颠覆 颠覆对方 那我们今天需要颠覆的是什么呢 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任何东西 也不是什么学术上的 比如说什么威物主义 威信主义 这些都不是 今天我们要颠覆的是 我们自己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从无视以来到现在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我们认为是一个这样子的观点 那么通过佛的指挥来 颠覆我自己的观点 并不是我们要去颠覆 说服什么人 并不是我们要去颠覆谁的观点 并不是我们要去推翻谁的观点 并不是我们要去跟谁争论辩论 那么我们要推翻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 就有一个这个耻 谈成耻当中的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当中 有一个我执 执作 就是我执 爱我执和这个我执 只要有这个我执 我们永远都没有没有没有办法解脱 连校称佛教的阿罗汉都没有办法达到 更何况是这个大乘佛教的佛 佛的过位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是智慧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 它不是用 祈祷佛菩萨的方式来让我们解脱 也不是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善事 来让我们解脱 也不是我们做某一件事情 让释迦牟尼佛高兴 然后释迦牟尼佛高兴了以后 给我们安排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也不是这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指挥来 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 自己的错误纠正了以后 解决了以后 然后自己可以成佛 自己可以成佛 这叫做佛教 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讲两个字 就是缘 缘 淫缘 淫缘 这因缘有缘期和缘缅 缘期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 或者是我们包括解脱都是一样的 就要产生任何一个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 都是有很多的因缘 客观的 不是客观 主观的 很多因缘 具足的时候 然后就产生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个物质 这叫做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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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要产生一朵花 那么需要图囊 然后就需要湿度 还有温度 还有空间 还有时间 有这么多的云云 具备的时候 然后这朵花 它会张开的 这叫做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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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叫做缘 缘呢 这朵花 如果这所有的这个它生存的条件 或者是它生存的因缘都具备的话 如果一年当中 五年当中 这个所有的它生存的条件都具备一个都不少的话 那么这一朵花它一直都会生存下去的 它一直都会生存下去的 一年半年或者几个月都会生存下去 如果有一天 这个这么多的这个缘起的这个因缘当中 如果有一天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 或者是少了几个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缘 缘 然后它就开始走向灭亡 走向灭亡 最后这个花就不存在 所以这是佛教的世界观 佛教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外面的大自然 那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自然的规律 然后包括我们人 我们人的今生 都是一个这样的这样子的这个因缘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 今天是我们是轮回的缘起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轮回已经新成了 新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轮回 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轮回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轮回 在这个轮回当中 这个轮转的轮转不息的因缘 都具备了 都具备了 那么这个都具备的情况下 我们一直都会轮转的 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不愿意继续轮转 那继续流传这个轮回当中的话 那我们不是直接控制这个轮回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要从他的阴下手 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 治病的时候 治疗的时候 这个冰桶的干手 直接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要照到他的梗圆 然后照到他的梗圆以后 他从他的梗圆上下手 这样子以后 从这样子以后 就这个可以指表面的 这个疼痛的干手 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停止这个轮回的话 那就是轮回的 首先要照到轮回的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轮回 轮回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首先要照到这个根本的因素 根本的因素照到了以后 我们要去破坏这个因素 这个因缘 这个因缘推翻了以后 然后轮回 他一定会停下来的 比如说一个车的车轮转动的时候 以我们的力量去控制它 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如果要让他 这个车轮的转动 要停下来的话 那就是要从他的动力 从他的发动机 或者这类的方面去下手 让他的动力小事 他没有动力 那么他就一定会停下来的 如果他有动力的时候 没有办法停下来 那我们今天的轮回的动力是什么 轮回的动力 就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 这是一种愚眉 就一个愚眉 因为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愚眉 然后这个愚眉 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东西 从此以后 我们就六专轮回当中了 那如果我们现在 想这个轮回停下来的话 那就是要去破坏他的因 破坏他的因 他的因当中 有一个主要的因 被破坏了以后 然后这个轮回 他一定会停下来的 为什么他没有动力 他没有动力 我们佛教将 这个 因缘 不将鬼 不将身 我们不认为这是鬼神的力量 我们不会说 我们是 鬼的力量 产生的 我们不会说我们是神的力量 产生的 我们不会说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都不会说的 那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眉 制造的 产生的 那这么说的话 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愚眉的禅物 大自然也是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愚眉的禅物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当下就可以证明的这一点 然后我们包括人 也是愚眉的禅物 愚眉的禅物 因为我们的感官 以及我们的底六意识 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吃顿的 这个灵明堵不搞 它识别不了世界的真相 然后就任何一个东西 到了这个焉而逼生生 这种吃顿的感官当中的时候 然后它感觉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根本不是它的真相 根本就不是它的真相 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看任何一个物体 在我们的眼里 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精致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的两只眼睛顶着一个砖头 再怎么样详细地看 从圆的地方看 从紧的地方看 怎么样认真地看 那我们看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精致的砖头 精致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云洞的东西 那么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一个精致的砖头呢 没有的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精致的砖头 只有云洞的一大堆的原子 或者分子 这里也没有砖头 也没有 更没有精致的 没有这样子 但是这些东西 到了我们的眼里 它就变成了精致的 实际上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个砖头 是我的眼睛的缠无 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 红色 白色 绿色 蓝色 等各种各样的颜色 我们从小到大 一直都认为 这个是物质它本身 它自己的颜色 所以我们买衣服 做衣服的时候 很挑剔的 很挑剔 喜欢这个颜色 不喜欢那个颜色 很挑剔 但是实际上 这些都是 它是没有颜色的 实际上无体 物质 它是没有颜色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 物质的光泊 到了我们的眼 我们的实觉当中的时候 它就在我们的实觉当中 就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 红 黄 白 绿这样子的颜色 那么我们只能说 这个颜色是我们的 实觉的蝉无 它不是一个存在的物质 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呢 已经很早以前就 讲得非常清楚了 现在也有科学的证据 那么同样的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物质 任何一个物质都是一样的 它的烟尺也好 它的新装也好 包括它的本质 都是我们的这个烟尺的 我们的实觉和听觉的蝉无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所以这个实觉的真相 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 我们今天看到的 根本就不是真相 是另外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到了我们的 任何一个物体 到了我们的这个实觉当中的时候 它完全就变了一个样 然后我们看到的 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第六一识 也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的实觉的 这个错误的信息 根据这个实觉的错误的信息 去判断 这个世界是精致的 这个世界是有颜色的 这个世界是怎么怎么样的 我也是存在的人 什么物体都是存在 它的这种错误的判断 然后它有这样子的 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以后 然后它又就给我 导致了一个 我们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趋向 价值的趋向 最后就形成了 我们的人类和我们的世界 然后就是谈诚吃烦恼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的 这里面没有鬼 没有神 没有神的力量 不需要神的力量的参与 不需要鬼的力量的参与 这是我们的自己的 一个这样的愚昧导致的 那如果我们要解脱 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的话 那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愚昧 要端出愚昧才能够解决 那愚昧怎么样端出 那就是用智慧 智慧来断出愚昧 因为愚昧跟什么东西 这个对立呢 就是跟这个 指挥两个是对立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想推翻 愚昧的话 那这个不是少想被 白佛来推翻 这是用智慧来推翻 那这个智慧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 那就是跟他完全相反的对立的智慧 而且逼他有说服力的智慧 才能够推翻到他 那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 这叫做空心 这叫做无我 就是这个 我们的佛教里面讲的空心 佛教教的这个无我 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奥的 非常深奥的这个世界观 和生命 人生观 但是很多不了解的人 对这个空心 对无我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无悔 有各种各样的无悔 但是这是因为不理解 不了解 他不了解真相 不了解真相 以后很多人都会有无解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非常神称词的一个世界观 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观 是什么呢 就是最标面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最标面 世界的最标面的东西 它的真相 我们没有看到过 我们也没有去想到过 比如说东方的哲学 西方的哲学 也在探讨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已经都两千多年了 这么两千多年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去探讨这个问题 讨论 探索 但是呢 没有一个 令人满意的答案 各种各样的说法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我们佛教 就不参与这个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 这个争论当中 有人认为是 这个佛教是唯心主义 其实这是错误的 佛教不是唯心主义 也不是唯物主义 但是呢 佛教里面 也有唯物主义的成分 也有唯心的成分 都有 但是它整体来讲 它不是唯物 它也不是唯心 都不是 所以我们唯物和唯心的 这种辩论呢 是一个西方哲学的辩论 佛教不参与这个 这个这个辩论当中 佛教它自己有 出了这两个意外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职会 另外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呢 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都不是 这个我们 就很清楚了 佛教里面 我们一学一看就知道 所以 这时候呢 佛教就 这个 讲空心 讲空心 那我们用空心的这个理论 来推翻 这个愚媚 然后愚媚 推翻了以后呢 在愚媚的基础上 产生的贪心 嗔恨心 满 疑等等 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种情绪 烦恼 都会停止的 都会停止 这叫做正无空心 或者断除烦恼 或者解脱 这样子 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呢 误我上面呢 这个我怎么不存在呢 这个我们上次的那一堂课里面呢 讲得比较清楚了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去推理 推理的话 然后都是一样的 这个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 实际上 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就像 就像金刚经的这个 最后讲的一样 这个一切优微法 所有的这个优微法是什么呢 就是有因 有缘 也就是说 从因缘当中 产生的任何一个物质 任何一个这个食物 都叫做优微法 所有的优微法 都是蒙 欢 抛 因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们 就 就 就任何一个这个推理的方式 在任何一个物体上 成功了以后呢 然后呢 其他的这个物质 其他的这个食物上 也可以这样子推理 推理的时候 直到这个世界就是 徐环的 那我们 从小到现在 都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到底 我们自己的 这个本 我们的本体 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也不知道 生命赖自于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生命的贵宿 最后 要回归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生命的当下 这个怎么样 这给他下一个这个定义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很愚美的 然后我们生存的这个 这个时节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我们看到的 也是最表面的 它的本质 也不知道 那么一个这样子的 非常盲目的 状态当中 一直都 一直都 这样生存下去的 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人 这叫做我们凡夫 凡夫就是因为鱼眉 所以有这么多的烦恼 然后它就是 然后这个鱼眉 有去制造更多的业 然后就到最后 导致这个轮回了 所以我们应该说 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 一个虚幻的世界 然后我们人生命的个体 它也是其中一个小的 这个虚幻的个体 都是实际上都是虚幻的 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如果用这个佛教里面 用中观 用中观的这个方式 去推力的话 那就很简单的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理论我们要去学 有两要去学 那学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学什么呢 就是要去学中观 中观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的这个佛教 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 它讲五不大论 那么五不大论当中 其中一个叫做中观 那中观就是结识 释迦牟尼佛的 般若波罗密多经 般若波罗密多 有十万耸 最光的最大的 叫做般若波罗密多 十万耸 最略的最简单的 就是般若波罗密多 心经才两百多个字 才两百多个字 实际上这两个的内容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般若波罗密多 十万耸也好 心经也好 这个它的这个思乡 是怎么样去结识呢 用中观去结识 我们佛教历史上 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 这个大称如龙切经 龙切经里面很明显的说 很明显的这个语言 这个龙鼠菩萨的出现 那么龙鼠菩萨 去揭示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 佛陀的这个空心 那这些龙鼠菩萨的 这些轮典 叫做中观 那我们要去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是要去学这个 那当然我们学佛的人 真正学佛的人呢 那就不能不学的 一定要去学中观 中观里面 就很清楚的就结识了 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切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今天呢 就讲一个具体的修法 理论上上次讲过了 但刚才简单的揭示了 不需要讲太多的 大家可以 这个还没有学过的 那就大家可以听这个 网络上的视频 音频 还有国曲讲的 很多关于这个空心的 这些 这些壳 还有除了这些意外呢 前几天我们讲的意外呢 还有很多 索达基 堪布讲的呀 伊西彭州 堪布讲 以及其他的 堪布呀 上师呀 他们讲的 现在我们学习的资料 是很多的 只要我们如果自己 能够用功的话 这个音频呢 视频呢 这个资料 是非常的丰富 大家可以 一定要去学 那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修呢 禅宗实际上在讲什么 就在讲这个空心 禅宗讲的 禅宗的这个核心的四讲 是什么 就是空心 那修空心怎么样去修 禅宗 这个刘祖一侯呢 回能大师和身修大师 他们两个的这个简门和敦门 有所不一样 那很多人认为这个 六祖悔能大师的这个经节 经节很高 然后呢 身修大师呢 他的经节没有那么高 这是产宗的历史上 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但是我们 先这个悔能大师和身修大师 他们关于他们个人的经节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 但是呢 这个方法 比如说六祖悔能大师的 这个他所说的 这个经节当中 菩提本无俗命精一非 这个经节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呢 就是如果没有这种悔能大师的 这种简门的这种修法 这种方法的话 那么这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其实他讲的是空心 他讲的是 他是从空心的角度 他是从圣意地的角度讲的 六祖悔能大师呢 他是用圣意地的角度讲 然后圣修大师 他是用这个世俗地的 从世俗地的角度讲 比如说我们今天 脏传佛教 我们学脏传佛教的时候呢 先修外加心啊 修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等一大堆的修法 来培养处理心 然后就是皈依啊 发心啊 曼叉罗啊 金刚萨多的修法啊 很多很多的这个修法 去培养这个菩提心 然后这些修法都修好了 以后呢 最后是修什么呢 最后就是修 最后去修这个空心 这就是这就是有点想啊 这个神朽大师 他讲的啊 神是菩提心啊 行是这个明经啊 然后呢我们要 设设可可的要去 精精 拥拱 不要污染他 其实这个是对的 从世修地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完全是这样子的 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是悔能大师 这样的一样 本来乌一乌 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知道 本来乌一乌呢 是啊 实际上是本来乌一乌 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现在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 实际上从五指的本质 从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 从本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当然是这样子 是本来乌一乌 是这样子 是空性 但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凡夫怎么样 达到这个境界呢 那就是像神求大师这样的一样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上去 只有像悔能大师这样子 或者是另外一些 印度的这些 巴士为成就者当中的有些人 或者是这个 藏传佛教里面过去的 有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 那么他们呢 从无始以来 他们这个根基非常的成熟 在这一生当中呢 他们不需要经过那么多的训练 就可以证悟 就像释迦牟尼佛 到29岁之前 都在这个王宫里面 加比罗为果的 果王的儿子 就在一直都待在这个王宫里面 也没有去修心 也没有去闻思 从标面看 然后呢 之后到这个 到菩提盖亚成佛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六年的事件 六年的事件当中 枯性了 但是这个枯性的时候呢 也没有人教 没有人教他空心 这个时候呢 因为佛法不存在 也没有这样子的 很深的这个空心的概念 但是因为佛陀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前 有成千上万年 修心修得非常的成熟 根基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 所以他没有不需要经过太多的 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学习 就是苦心六年就成佛了 那我们普通人六年 能不能成佛呢 这个就不可能的 我们不可能的 但是呢 因为在这个之前 根基成熟了 佛陀就是六年当中就成佛了 那除了佛陀以外 其他的这些 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呀 等等 这些非常了不起的 这些成就者呢 因为他们过去 根基很成熟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 虽然是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心呢 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种 训练修信 但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因缘 在这一生当中呢 可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或者说一句话就可以证悟了 一句话就可以证悟了 那这种人 他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诀窍 就可以成佛了 可以成佛了 是敦门的 那就敦武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 这个是很少的人 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人 才是可以这样子 这个无论是从先宗禅宗的角度讲 从大圆满密法的角度来讲 都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修心 那我们怎么样修呢 那我们自己的根基是什么样子 我们大家很清楚的 每一个人自己很清楚的 那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那么好的话 那我们就是像深宿大师讲的一样 就把我们把这个心当做一个明经台 然后呢 神就当做一个菩提书 然后呢 时时刻刻地去永宫 永宫 参会追国 积累福报 这样子 逐渐逐渐 最后才能够达到这个 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修空心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这些 这个前面的这些修法 没有这些修法就是非常非常的难 禅宗 就像这个大圆满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搞端的这个境界 它的正对的这个人群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就像流足悔能大师 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呢 他就不需要太多的 太多的太复杂的这些方法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他就可以证悟了 那么大圆满也是这样子 但是呢 大圆满它有一种方法 是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根基不成熟的人 根基不成熟的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呢 他有一种方法 根基不成熟的人 也就可以让他的根基成熟 成熟了以后呢 然后再讲大圆满 然后呢 立即就可以证悟 这个是大圆满它有这种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前心 就是前心 四外加行 出离心 菩提心 尤其是这个金刚萨多的修法呀 曼塔罗的修法呀 还有这个上师御甲的修法 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修法 这些修法 如果我们做得比较好的话 虽然是一个非常根基 非常下等的人 很差 根基很差的人 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 让他的根基可以成熟 可以成熟 成熟了以后呢 再讲大圆满 然后立即就可以证悟 没有这些方法的话 那就要证悟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我们平时呀 搭禅器呀 修禅 修禅呢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去做 做禅 修禅 搭禅器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明白 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 就这么金刚经的一句话 就开悟了 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 没有这样子开悟呢 为什么金刚经的一句话 就到了其他人身上的时候 不惯用了呢 为什么慧能大师的 这个一句话就可以开悟呢 为什么乌祖红人大师 为什么就其他的这么多的 这个禅门的弟子 为什么用这个金刚经的一句话 让他们开悟呢 为什么不让他们开悟呢 为什么只让这个 这个慧能大师开悟呢 这个并不是 这个不是红人大师 他能够做主 这个不是他做主 这个谁来做主 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做主的 因为其他人的根基不成熟 所以没有证悟 慧能大师的根基成熟 所以他一句话就证 这个证悟了 同样的道理 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公案 然后呢 印度佛教里面呢 也有更多 有这样子的这个例子 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根基成熟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 很容易这个 证悟 根基不成熟的时候呢 不容易证悟 所以证悟是我们的追踪的目标 但是呢 怎么样证悟 怎么样才能够证悟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自以为学佛 自以为修心 但是呢 这个方向 或者是这个方法 完全是错了 因为方法错了 所以就是五年 四年 八年 修心 也没有什么结果 没有看到什么结果 什么叫做结果呢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结果 都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最终就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并不是说 我们念了多少多少 多少多少轴 念了多少多少 这个佛的生号 不是以这个数量 来这个衡量这个标准 然后也不是我们 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 我们拿了多少钱去 这个做了慈善 修苗捐款 也不是用了多少钱 这个数目来 这个衡量这个标准 那么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做了这些事情 念佛也好 修家心也好 大作也好 这些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我们 有没有把我们的烦恼端除 贪嗔词有没有 如果贪嗔词没有 我们因为没有 那这个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些 让我们产生贪嗔词的 这个因素 就没有 还是 虽然有这些因素 有这些因素都有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 证悟的境界 把它控制住 就没有 是什么原因 这个也要分清楚 比如说 我们修这个禅丁的时候 修这个四禅八顶 修四禅八顶的时候 它也有一种 有一种这个 它也有一种效果 这个效果是什么 四禅八顶修得比较好的时候 心非常的平静 心非常的平静 然后呢 不仅是心平静 而且 这个烦恼 我们以前的这些很多烦恼 也就慢慢的没有了 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 因为没有这些烦恼 所以我们的心 能够静下来 能够静下来 因为我们的心 静下来 所以没有这些烦恼 它也可以达到 这样子的这个 境界 但是实际上 它没有解决烦恼 这是因为 暂时 暂时把这些烦恼 控制住了 但是实际上 这些烦恼的根源 根本就没有 它根本没有去端出这些根源 所以不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这个修空心 真无 这是我们的 所有的佛教徒的 最后 无论是修参宗也好 修密宗也好 修什么也好 最终 就是以这个来衡量 正无空心 推翻烦恼 大倒了 那就是成功了 没有做到 那就是我们 虽然修了很长时间 但是 这个 最终的这个结果 我们还没有得到 这个最理想的结果 所以 用这种方法去衡量 并不是 我们花了多长时间 用了多少年 念了多少经 根本就不是这些了 所以 我们必须要 把这些要分开 比如说 烧香 拜佛 念经 当然是很好的 是有很大 尤其是这些大乘佛教的 这些经典 我们去念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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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是无良的 这是佛说的 这个 是功德无良的 但是这个 功德无良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能不能 断除我们的 这些烦恼呢 这是 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说 对断除烦恼 有简洁的帮助 简洁的帮助 只能这么说 所以 这些都是 不解决 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不解决根本性的 最根本的问题 是以什么东西来解决呢 那就是空心 正无空心了 所有问题 就一下子就解决了 但是像我们现在的人 像我们这样子的 这个盾根 根基非常差的人呢 怎么样去证悟呢 证悟我们也可以证悟的 我们今天在座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悟的 但是证悟的方式呢 不是像六祖慧能大师 这种方式去证悟 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 就像神修大师这样的 这种方法去证悟 那么神修大师讲的 方法 那具体 他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方法 他说是时时刻刻 我们要精进地去 这个常灰 精进地去把这些 这些这些无然 都把它擦 擦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具体怎么样去 把这些这个人物的尘埃 我们怎么样去 这个服饰 怎么样去服饰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具体的 很具体的方法 那么藏传佛教里面呢 就是有四加心 识 识识 请服饰 的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是四加心 培养出力心 第二个是 这个内加心 五个加心 积累资量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 识识 请服饰 的内容 是这些了 它有很多很多 非常具体的东西 那么通过这些 以后 我们把外加心 也修好了 已经有了 比较标准的 这个 处理性 什么叫修好呢 就是有了处理性 就修好了 然后呢 内加心 也就差不多 也就是说 我们有比较标准的 这个世俗菩提心 已经有比较标准的 菩提心 然后呢 曼茶 还有这个 金刚萨埵的修法 这些都做得比较 比较不错了 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这个 这些基础的 这些条件呢 应该是基本上 都是具备了 那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修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修法 这个就是空心的修法 但是这个还不是 还不是 这个 大圆满的修法 这个也不是 大首因的修法 这个是 这个是 属于 属于这个 先总的 中观的修法 但是这个 中观的修法 是非常有用的 对我们来说 这样子一步一步 往上走的话 这个 真无的 真无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 一步一步 所以我们 还没有修 加性的 就不建议 修我们今天 讲的这个课 那这个上次 也说过了 就是 前行 所有的前行 修完了以后 再去修 那么今天的 今天的 这个 修 这个修法呢 它是一个 非常具体的修法 非常具体的修法 这个是 不能在这个 安利来讲呢 就是像这样子 网络上这样子 不能公开的 讲的 这个是 真正想修行的人 真正想修行的人 很浅诚的 诚信事宜的 想修行的人 能够接受空心的人 才面对面的讲 本来是 他们的要求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今天 没有做到 我们就是这样子 公开的讲了 就希望 我们就 现场的也好 或者是 通过网络 想听的也好 如果 不能接受 空心的观念 或者是 不打算修 空心 那么就 最好就 最好就不要听 最好不要听 比如说 我们在现场的话 也就可以 随 随时可以离开 通过网络 听的人呢 也就是 如果不打算的话 那就最好不要 不打算修 或者是 不能接受 没有这方面的 这个思想尊备的话 那就最好是 不要听 那么 如果听下去的话 那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说明 我们能够接受 能够接受 这个空心的观念 我们 也 愿意修 这个空心 那就是 说明这个 那它具体的修法 首先 我们要知道 修法 有两种 这个空心的修法 就有两种 一个是什么呢 叫做观修 第一个叫做观修 第二个叫做知修 这是观察的观 观修 什么样叫观修呢 观修和知修 这两个当中 我们佛教的 所有的修法 都就包含在 这两个修法当中 这两个观修和知修 是所有修法的一个框架 所有的修法 都在这个框架 框架之内 没有超过这个 观修 知修 护持中华护生协会 邮政华波 赋名 中华护生协会 华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卫生胎儿 佛教慈悲制业 慢疏势力中心 为祈求全球早日脱离传染疾病 天灾人祸的威胁 恭请诺诺格西带领大家 修持药师欺佛仪轨 并给予教学 日期7月4日至7月25日 每周二晚上7点至8点半 地点台北市内湖区康陵路三段99向石农2号一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慈悲制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即佛学讲座 日期8月6日星期日 上午9点传授八观灾界即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下午2点佛学讲座 讲题阿弥陀佛48大月 恭请赞江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同瞻法医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今生眼小如麻雀 前世缝鹰鸟眼 她的眼睛好小 这又在挤挤茶茶说闲话 哼 看不到了吧 哇 这种缺德式